大家好,今天是我们二胡弥之音公益课的第24课。 今天我们主要学习的内容是地调,是那个计调。 上节课呢,我们学习了上把位一二指的练习。 为什么计调上把位,我们要把一二指和三四指分开,各作为节课学习呢? 因为在计调上把位和地调上把位所不同的就是二指和一指的关系,二指和三指的关系。 这两节课相对我们计调上把位来说是最重要的,尤其是今天这一节课也是比较难的。 我们上节课呢,我们再回忆一下,我们主要是学习了,在计调上把位一二指之间的一个关系。 我们在这个一二指我们用到了六个音,外弦用了一个空弦ry,一指mi和二指发。 内弦我们用到了内空弦的sal,低音sal,一指的la,还有二指的c。 好,那我们练习,主要是练习的一二指,这mi发之间的关系。 西刀呢,哪西呢,哪西和地调的外弦,第一把位是一样的。 所以呢,上节课主要我们学习的是外弦的一二指之间,mi发之间的关系。 那上节课的重点是,我们在按二指的时候,由原来的地调,一二指之间的大二度,变成一二指之间的小二度。 那就是二指的上下移动,这是mi发,这是喜,这是哪西,mi发,哪西。 相对来说,一二指在内弦和外弦的上下移动,相对来说是还比较简单的。 我们只需要在一二按二指的时候,这个中指的弯曲度比地调的弯曲度稍微大一点。 它向一指靠着,就练习这个动作就行了。 好,我们掌握了一二指之间的关系以后,那么我们再计调下面那个三指。 我们看啊,外弦是re,一指是mi,二指是fa,这是个小二度。 好,下面,sou了,那fa和sou之间是大二度。 大二度。我们这个sou是在这个位置的,你看啊,大二度。 就这样了,这个距离,这个距离是我们第一次遇到的,就二三指要分开了。 在地调的时候,我们外弦的时候是这样的手形。 在G调的上半位的时候,我们就成这样的手形了。 一二指是小二度,二三指是大二度。 是这样一个手形。大家可以看清楚一些。 那这是外弦。内弦呢,相对来说,和我们地调的外弦是一样的。 又是这样的。西刀之间是小二度。大家看,我拉外弦。 re, mi,这是fa,然后sou。 内弦,sou, la, si,好。这样一个音节。 好,那么二三指分开。我们主要是学蓝点在什么地方呢? 我打开这个共享,大家看一看。 好,我们看看这个图。我们上节课看这个图。 这是地调上把位,G调,和地调上把位,与G调上把位,与英卫的比较。 我们看这个,我们画圈这个地方。 这个二三指之间是一个大二度画圈的地方。 这和我们地调的这个地方,完全就不一样了。 你看,在地调,这个二三指呢,它是一个小二度。 这地方是一个大二度。就这一点不一样。 啊,啊,啊,内弦呢,这个西刀之间,还是一个,还是一个小二度。 大家,先把这个概念弄清楚。 好,我们在学习,G调上把位,二三指的练习的重点呢,要重点理解。 啊,外弦的二三指,也就是发和骚之间。 刚才我讲了,它是一个大二度的全音关系。 内弦呢,西和道之间,它是一个半音关系。 所以呢,我们它二指,它的音位,就要根据,根据的我们那个内弦和外弦的不同,上下的要移动。 啊,如果是发骚,发,我们就要上去了。 那西呢,我们就要下来了。 外弦的发骚,内弦西刀,这二指要随着内弦和外弦的不同,要上下移动。 这是我们重点要理解的。 那么,我们在练习二三指的时候,练习的难点在什么地方呢? 难点在于,大家注意听,这就非常重要。 就由于我们这个,我们人的手的,生理的原因。 我们在演奏外弦,发个骚,就是外弦二三指大二度的时候。 我们的二三指很难分开。很难分开。 因为,我记得原来我讲过,我们的手呢,我们五个手指呢,每一个肌腱控制一个手指。 每一个肌腱控制一个手指。 但是呢,只有二指和三指,它们是共用一个肌腱。 共用一个肌腱。 所以二三指很容易并到一块。很容易同时运动。 但是,它们单独运动的时候,就非常非常困难。 尤其是,它们两个分开。 我们平常的时候,这两个手都一块运动的。 我们要分开的时候,就很难很难分开的。 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我们把手平放到桌子上。 平放到桌子上以后,平放到桌子上。 然后呢,我们抬一指,二指,小指,都可以非常容易的单独的抬起来。 但是,我们要平放到桌子上,单独抬起三指的时候。 单独抬起三指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非常非常困难的。 这是由于我们人的生理的原因造成的。 所以,当我们拉地调,地调的内弦和外弦的时候,二三指都是小二度。 它们两个都是并到一块的。 所以,很容易把二三指的音拉准。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二胡,先学地调。 先学地调。 就是,早前前上把位置。 那个,那个,丘陵把那个,下面那个麦克风都能关掉。 我们在学这个,早前前,外前,发不错的时候, 就要把二三指给分开。 这个是比较难的。 那由于我们两个二三指分不开, 就容易造成什么呢? 造成我们按发的时候, 我们按发的时候,这个音容易偏低。 我说这个低,我说这个低,我说这个低是指的音低, 不是我们的手指的这个高低。 所以我们的声低,就是我们的手指越靠上, 越靠近千斤,这个音越低。 那么二指呢,很容易低,很容易高。 我说反了,二指呢,很容易高。 那么三指呢,很容易什么呀?很容易低。 因为两个二三指不太好分开。 这个,大家记住啊,二指容易偏高。 偏高就是往下了,声音高了嘛。 越往下越高嘛。 越往上越低嘛,容易偏高。 三指呢,由于二三指分不开。 所以我们的三指呢,容易偏低,就是靠上了。 比我们本来这个音的位置要靠上了。 所以,在演奏内线的时候, 啊,同时呢,这是外线。 那么演奏内线的时候啊,由于我们二指, 比如说,按完发了,再回到西。 按完发了,内线,再回到内线,这个低音西。 那这个音呢,也不太容易按准。 啊,也不太容易按准。 这个音呢,有时候容易偏高。 有时候容易偏高。 然后再发在这个位置上,又回到西的时候,容易回不到位置。 还容易造成什么呢? 由于我们这个分不开,二三指分不开。 所以我们按按的时候,发呀,分不按, 容易造成我们的手背,这个手背紧张。 手指呢僵硬。 这都是容易出现的毛病。 还容易造成什么呢? 造成我们的三指。 我们的三指这个关节。 啊,第三关节。 反弯。 就是,你看,这样扁下去了。 而不是站到弦上。 分不开。 因为他紧张嘛,还像这样的了。 这都是容易出现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由于我们的生理原因。 我们的二三指不容易分开。 所以这是我们要练习,计调,上把位,二三指的一个难点和重点。 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要特别特别的注意,要严格要求自己,按照我们正确的方法,认真的去练习。 才能够把这个发和内弦的吸,还有三指的那个刀去按转。 由于我们在业余学习二活啊,很多自学的人啊,在学习当中啊,没有系统的练习。 没有系统的练习。 他拉这个扫队弦,外弦,mi-fa和发-sau的时候,这个发和c很难按准的。 很难按准的。 我们很多拉的时候把这个发就拉成一个声发。 这才是发呢。 我们拉一高就拉成一个声发了。 还有呢,因为这个发,这个二指的移动不准确,造成我们这个三指也跟着去移动。 还有那个一指也跟着去移动。 这是我们练习的一个难点。 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通过练习,把我们那个二指和三指呢,去分开呢? 我的体会有几种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 第一种方法,第一种练习二三指分开的方法是, 我们先把二三指一块按到弦上,一块并拢按到弦上。 手,背,手指都放松。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把三指,松开一指,二指按住这个发。 你看,松开一指,松开一指,然后把三指紧贴着二指,也按到弦上。 好,就这样的形状。 看清这样,就这样的形状。 然后呢,第三步,我们抬起,保留住二指,二指不动。 抬起三指,抬起来。 抬起三指的时候,注意,在手掌,手臂,手指放松的前提下, 三指往下伸展。 本来是这样的吗?抬起来,往下伸展。 刚开始呢,你可能啊,这个往下伸展的幅度很小,很小。 就是它的距离很小,没关系。 比如说,刚开始抬起来,我只能离开这么多,没关系。 好,再抬起来,再回来。 再抬起来,这样一下。 再抬起来,再回来。 再抬起来,这样一下。 一次比一次,距离大一下。 每次一点点,每次一点点。 越来越往下,越来越往下,越来越往下。 慢慢慢慢慢慢,这个距离就分开了。 但是有个前提,必须保证我们的手背,手指的放松。 你看看啊,手背,手指的放松。 一点一点的往下,越来越,越来越,越来越看下。 最后,就能达到我们的大耳朵的持续关系的要求了。 这是第一个方法。 我再说一遍。 简单说,按住二指,按住二指不动。 二指不一定是发,我们随便找个位置吧。 不一定是发,随便找个位置,保证手形。 然后一二三指都并到线上。 然后抬起来三指,往下移动一点。 再回来,怎么样下去了,怎么样回来。 再抬起来,再往下,再回来,再往下。 一次比一次距离要大一点,每次都大一点。 但是有个前提,手臂要放松。 手臂要放松,手指要放松,越来越好下。 保证一指不要动,保证二指不要动。 二指按到弦上不要动。 对,这样的。 这是第一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注意,我们练习的时候,刚才我讲了,一个手背手指要放松。 第二呢,要保证我们的三指这个关节不能反弯。 这叫反弯,大家看这叫反弯,扁也去了。 要立到弦上去,还要立到弦上去。 好,这是一个练习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呢,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我们那个不放到弦上, 不放到弦上,把二三指靠拢,并到一块去。 一二指并到一块去。 三四指并到一块去,一二指并到一块去。 这样并拢。 然后呢,慢慢的打开,慢慢打开二三指。 刚才是你打开,你打开的时候啊,可能开的距离非常小。 慢慢的越来越,越来越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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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然后这一二指和三四指要保证它的一个并笼。 它的一个并笼。 反复,没事你就这样做,没事你就这样做。 这样呢,把这地方给拉开。 把这地方给拉开。 好,这是一个方法。 还有呢,刚开始,你可能啊,这样一打开,手要变形。 可以右手辅助它一下,帮它一下。 这样,哎,这样。 给它分开。 分开,然后这样拉开了。 让它持续几秒钟。 再放松,再回来,再给它拉开。 好,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就这样慢慢慢慢就能够打开了。 这是我们的这个练习的一个方法。 好,我们在练习这个二指在外前的移动,一定要注意什么啊。 在外语移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三指不能受二指的影响去上下移动。 三指啊,三指我们固定的外前是什么啊,是骚,一定要在这个影响上要保持不动。 要保持不动。 不能二指按发的时候,三指跟着也上去了。 当你按发,发按准了,再回来找骚的时候,这个骚就会偏低了。 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位置不能,即便它离开闲,也不能离开位置。 这是你看,离开闲了,它没有离开位置。 鬼来还是这个地方,这是离开闲了,也离开位置了。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什么呢? 我们在练习二三指的打开分开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我们的手心。 我们的手心是朝你的后下的,不是正下方。 我们的手心,是这样的形状。 如果我们练习二三指的时候,把手心朝着自己成这样的形状了。 那么我们二三指无论如何是分不开的。 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实验。 我们把手把手横着,横着这样放。 横着这样放。 你这样分开二三指是比较难的。 我们分开二三指,主要靠什么呢?大家看啊。 三指越靠下,我们这三指的伸展,三指伸展,这个弯曲度越小。 越靠下,三指的弯曲度越小。 二指呢,越靠上,它的弯曲度越大。 我们不能靠二指,本来是这样的。 二指要靠一指呢,靠这样靠。 这样靠,你要手心不朝着自己了。 在这种情况下,你在按三指,你怎么样分不开的? 无论如何是分不开的。 我们要想把三指能够充分的往下,那么只有三指伸展。 你看,这叫伸展,伸展,伸展。 越靠下,弯曲度越小。 你看看,这样。 这一点非常重要。 大家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保持我们的正常的手心,不能手心朝自己。 那就是说,我们的二指,我们的二指和一指,它是立在弦上的。 第一关节,它是永远的立到,就是站,没法这样看。 它是永远的站到弦上的,是立到弦上。 不能这样啊,这是倒在,这是倒了,这是立的,这是倒了,这是立的。 就像人呢,这个弦就像一个马路。 我们的二指的第一关节,就像一个人的人样,把人的腿呀,站到马路上。 站上去的。 这样呢,是倒了,我们倒了,这样是倒了。 这样是立的,这样是倒了。 我们不然倒一倒,我们手心呢,就朝着自己了。 好,这是我们注意的。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注意的。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什么呀? 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练习二三指的练习曲啊。 它重点是练习发和骚。 内弦呢,是什么? 西和刀。 外弦是发和骚。 就这四个音。 那你说那个,那移植还有空弦的四个音。 我们可以忽略,因为比较简单。 重点是练习外弦的发和骚。 或者骚和发,这样的之间呢,一个音味关系的。 内弦主要练习的是西和刀,和刀和西。 还有重点练习的是什么呀? 有外弦的发移动到内弦的西二指。 再有内弦的西移动到外弦的发。 这是我们练习的重点。 好,知道这个重点了。 我们就会发现二三指的练习,它都是半音。 你看米发,然后洗到,都是半音比较多。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一二指,二三指的练习。 我们要仔细的听遍小二度的音程关系。 养成耳朵能够听出来这样的半音关系。 米发,米发,洗到。 要把这两个半音牢牢的给它记住。 这是我们记掉上把位二三指练习的重点理解的地方。 还有练习的难点。 我们练习的方法。 还有注意的问题。 根据这样,我把练习曲发到群里了。 我们先看看第一个练习曲。 咱们打开练习曲。 我们先看第一个,记掉上把位二三指练习。 记掉上把位二三指练习。 好,我们先看。 这个练习曲呢。 重点是练习的。 Fa, So, Si和 Do。 Fa, So, Si和 Do。 中间这个曲子里面没有什么呀? 没有一指的Mi,也没有一指的内弦的La。 都是二指的外弦Fa和So,内弦的Si和Do。 所以呢,半音关系比较多。 相对来说比较难。 我们看第一小节,Fa, So, Fa, Do。 好,我们在练习开始的时候, 一定要想看看自己的手型, 苦苦的位置是不是准确。 然后,把那个三指的位置给它确定一下。 就是Sa。 好,这个Sa,这个Sa, 也就是我们D调外弦这个Do。 这个Do如何拉准呢? 这个Sa如何拉准呢? 我们在学习D调的时候, 给大家说的一个方法, 就是用内空弦的Sa和外弦三指这个Sa 做一个八度的比较。 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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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样的话, 就能比较准确的把三指给它固定起来了。 三指固定完了, 我们再把一指的位置给它固定一下。 一指呢,是Mi,外弦的Mi, 我们Re、Mi之间是一个大耳朵, 我们听一听。 好, 这地方我再重复一下, 就是我们如何把我们这个一指去安置。 我们方法,第一, 我们看一看, 我们看一看我们的一指, 第一关节, 这个是不是和我们的千斤是个平行的位置。 然后呢, 一指离我们这个千斤大概有两指。 当然了, 我们的千斤的高低和我们的手大小不太一样。 一般情况下, 就是两指大概左右。 我们看一看可以。 然后再耳朵听一听。 Re、Mi。 然后三指呢, So, Re、Mi、So。 好, 现在是二指没有上的时候, 先把一指和三指的音位给它确定下来。 好, 确定以后, 我们在按的时候, 就不要在一指和三指的位置就不能动了。 啊, 都是这个位置。 好, 我们看, B小节, F,S, F, 上节课我们已经练过了, F的位置。 F, 好, F, 就我们遇到, 二, 三指要打开。 这样, 近点。 好, 往下伸展, 是个大耳朵。 So, 刚才我们位置讲了。 So位置不动, F, F, 然后F倒。 好, 注意这个地方, 内弦的, 还是So的位置内弦倒。 好,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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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F, 大家, 我们这个唱名, 是G调的, F, So, F, 可能大家, 对这个F, 这个大耳朵唱名, 不容易把握。 F, F, 好, F, F, 一个大耳朵。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想一想啊,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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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是, 我们戏调的, 什么呀, 唱名变一下, 就是, Do, Right, Do, So, Do, So, 我们这样, 给他, 变一变, 我们就可以了, 把我们的唱名, 在心里默唱时候, 给他唱准, F, So, F, Do, Do, Right, Do, So, 是一样的,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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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二小姐, 注意, 二指又该移动了, 又回到什么地方了, 回到一个小耳朵了, 啊, 注意, 二, 啊, 二, 三指又基本在一块了, 啊, 连起来, 啊, 再听, 啊, 这个地方, 我们拉的时候, 刚开始, 肯定, 容易, 就刚才我讲的, 很容易把那个, 二指这个, 这个, 发, 大家说容易拉低啊, 还容易拉高啊, 这个发, 很容易拉高, 就是, 就是, 他, 他, 离那个一指, 太远, 啊, 我们在练的时候啊, 我们尽可能的, 本来一二指之间是不应, 不应该病到一块的, 是有, 是有, 有一定这个, 间距的, 我们刚开始练的时候, 可以交往过正, 让他稍微靠近一点, 你心里想, 我尽可能, 我靠住, 靠住一指, 当你觉得靠住的时候, 其实是没靠住的, 好, 再回到内弦, 洗澡, 洗澡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好把握了啊, 注意这个C, 大家说这个C, 内弦这个C, 容易低, 容易高啊, 容易低, 为什么容易低啊, 因为我们刚刚按发, 它是往上的, 啊, 发, 再回到C的时候, 它要移动, 往下移动, 很容易移动不到位, 注意这个C啊, 就偏低了, 我说这个D是音低啊, 不是这个位置啊, 不是位置的高低啊, 这个E呢, 就容易偏什么呀, 偏低了, 那, 再听, 好, 这前面两个小节, 后面两个小节呢, 是前面两个小节的反复, 啊, 我就不再说了, 好, 下面两个小节, 发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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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哒, 好, 这是发哒, 注意, 发哒和D小节这个发骚, 唯一不同的那个是, 那个, 第一小节那个唯是外弦, 这个发哒呢, 是内弦这个刀, 位置是完全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把, 要把那个, 三指的位置要固定, 注意, 发哒, 啊,完了, 该吸了, 又是二指, 又回到内弦, 啊, 吸哒之间二三指的半音了, 好, 这个小节我再拉一下,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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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个小节, 骚法刷洗, 啊, 骚法, 它和第一小节的第一拍相比呢, 第一小节是先按发再按骚, 这个呢, 是先按骚在按发, 啊, 按完骚, 注意, 按完骚, 我们在二指往上移动按发, 注意, 骚法, 注意, 这个发很容易, 很容易不到位的, 因为二三指分不开, 啊, 尽可能要往上一点, 啊, 然后骚, 就回到西, 啊, 再看, 刀起刀发, 哎, 再回到发, 好, 下面来试, 啊, 这是第一句, 啊, 啊, 我拉一遍, 然后, 大家跟着我拉, 啊, 我先拉一遍啊,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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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能听着这个旋律非常非常很奇怪这样的旋律对吧 因为它很多是半音 好 这样下看 第三行 发梢发喜 那个前两行大家一块拉一下 拉慢一点 发 预备 七 好 我们第三行 发梢发喜 注意 发梢发喜 都是二指 我们叫二指 二指 马上再往下 好 发梢发喜 好 这样下 多喜多喜 这比较好拉了 反复 反复 这样下 发梢发喜 开始 多喜多发 好 我把第二行和第三行连起来拉一拉 好 我们一块拉一拉 我们拉慢一点啊 一上行啊 发梢发喜 八 七 八 七 嗯 大家听着有点奇怪这个声音旋律啊 好 这个我们练习的时候还要注意啊 这个 刚开始呢 我们可以练的时候可以不用保留纸 不用保留纸 用保留纸的时候我们更不容易打开 当我们练熟了 二三指能够分开了 我们可以用保留纸 比如第一小节 按发 按完外桑的时候我保留住二指 因为第三个音 第二段 第一个音还是发的 好 这时候可以松开 然后吸刀 吸刀的时候保留住二指 按刀的时候保留住二指 按刀的时候保留住二指 然后还保留住二指 我们可以用保留指 好 这是二三指的这个练习曲 这个练习曲大家要耐着心去练 还有个办法就是我们很不容易把这些音拉住 刚才我拉的时候很多音也是拉得不太准的 大家可以有固定音高乐器的时候 比如说电子琴啊 钢琴啊 你们可以校对一下 还有个发 嗓之间究竟 吸道 究竟是它这个音位距离多宽 可以听听这个音 另外呢 我给大家录这个音频示范的时候 就这个二三指练习的时候 我录了两个 第一个音 第一个我录的是什么呢 因为它很多是半音 我怕我自己拉不住 我是用了密底制作的 密底制作的音是非常准的 它是模拟的二呼 模拟的二呼的声音 这个一个示范练习 每分钟是四十拍的 比较慢的 大家可以 那个音是绝对准的 我没有自己拉 然后呢 熟悉了 稍微快一点的 我又录了一个二呼拉的 拉了 那个稍微快一点的 大家也可以跟着拉一拉 这是一个练习曲 这个练习曲 大家可能在练习的时候 觉得非常非常枯燥 因为它只有二三指 没有一指 没有一指的咪和内线的拉 也没有空线的拥 但是是比较难的 大家要去注意练习 我们看下一个练习曲 下一个练习曲 也是一个地调上把 为了二指的练习 这个相比来说 它除了二三指以外 除了发个骚和吸个刀以外 它还没有吸 它又多了什么 多了一指的咪 内线的拉 还有空线的拥 而且这个旋律 我们大家也是二十浓详的 一个欢乐圣的片段 相对来说 我们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看看 咪咪咪发骚发骚着 第一小节 好这个发的时候 注意一二指 一定要并在一块 该骚了 按骚的时候 注意我们刚开始 我们可以不用保留纸 因为二三指分不开 我们松开二指去按三指的骚 注意骚的按准 然后再回来按发 松开二指 三指按发 下面 好注意 好注意 第四小节是一个连线 那个Mire是一个弗点的四分音符 我们这个M十指要拉够 M二三 软软 把这拉住 第一行 我拉一遍 一二 大家一块拉一拉 第一行 预备 七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第二行 好 基本上是第一行的重复 只不过第六 第八小节 变成一个 软 叭叭叭 其他都是一样的 我拉一遍 第二行 好 好 大家跟我一块 把第二行拉一拉 背 七 大家看这里 这两行 重点是练习哪几个 哪几个音符啊 重点练习的是第一小节 咪发 和第一小节 和第二小节 连接那个发和嗓 主要练习的重点是这样 好 我们一块 把前面两行 一块拉一拉 背 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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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第三行 第三行 第一小节 这地方没有二指 相对就比较好拉 我们只需要把一指和三指 三指的位置 给它固定 固定 准确就行了 好 好 下面一个小节呢 注意 第二拍那个米发是连弓 那就是 按米发的时候 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半音关系 注意二指和一指的距离 我可以注意 states 详 reachedkm6 然后 Islands 按更后再按提等下 你要注意 свои指和三指的位置,不要一动 然后应用 arrow 按塔人 highway站baj, enter my magic range, 按道个 Shock gut 148, D grupo3, 水 中文 gjorde haber DAY唷锋的地方怎么样要注意你的这准个关系团的一指和三指位置不要移动 annex啊 in the Aquí. 洞也是在社里 Use again rad Institut between rock 130 这两个音是一个连弓,一弓拉两拍,弓速要放慢 同时这个RE和前面的RE不太一样的地方 这个RE大家注意看是一个内弦四指的RE 不要再用空弦RE了,就是DRE 保留住一指D 下面推弓S 注意下面 E,两拍和下个小节的E是连到一块的 我们就要锁拍子 E,2,E,F,S 注意这地方,容易把那个节奏弄错 这个小节我再拉一下 DRE,S 注意下面 S,2,E,P,S 下面S,F,F 发软,注意 二指要向一指靠拥 一弓拉一趴 外弦空弦软 发软 不对 我把那个 从第二行到第二小节 第二行到第二小节 连起来了 大家注意听 尤其是注意听 两拍咪那个地方 所有 一二三 一二三 我看我那个推拉弓的符号 是不是不太准确 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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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行的第二小节 这个推拉弓 错了 第三拍这个咪应该是一个拉弓 错了 大家改过来就行了 按那个 顺序给它改过来就行了 我再拉一下 从第二行到第二小节 igne Jui Jui i 他 好 大家跟着我啦 从第三行的第二小节 好 再来一遍 有点小 看不太清楚了 好 还从第三行的第二小节 这样吧 我开着节拍戏吧 嗯 每分钟九十拍吧 四四 每分钟九十拍 三四 七 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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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再来一遍 有点快吧 我们稍慢点再 八十 一二三四 这要速度 一三四 预备 七 二三四 二三四 三四 三四 六五 三万一 二三四 二三 三三 三四 大家注意拉第三行最后一小节和第四行第一小节 这样连接的地方大家注意节奏掉了 再来一遍 一 一 一 二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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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五 四 四 四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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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五 五 五 这个练习曲相比第一个练习曲要稍微简单一点 今天这个课的主要内容就这么多 然后根据系统的进程 我们下节课一二指讲完了二三指讲完了 我们就该什么呢 就该三四指还有合并 一二三四都合并起来 相对简单了 我们练过地调 我们练过地调了 三四指差是一个全音关系 相对简单一些 我们下节课讲一讲三四指 和那个一二三四这四个手指的配合 大家看有什么需要问的 时间还有三分钟 请问一下卢老师 我想那个回到第一个 就是基调上百位二三指练习的那个曲子 就是从发到西和从西到发 这个手是在悬上面滑下来滑上去 还是怎么弄 可以不离开弦 在弦上滑 可以 可以抬起来按 不要抬起来 不抬起来 不抬起来 主要是两个手的配合 两个手的配合 比如说这个发 看西了 这个两个手的配合 我们这个手 你看 我们如果听的时候 可能两个手一块的 一块发 其实呢 是那个什么 是手指先到 然后再推弓 我们放慢速度 放非常非常慢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二指手先到位再去推 基本上快了的时候 大家听了是一块的 其实呢 就基本上是一块的 但是如果放得非常非常慢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是二指的 它先到位再去推弓 再去拉 而这个这么短的时间 就不允许你把手指再抬起来 按这个按这个 就在滑上滑下 回到吸发也是一样 注意 一定它先到位 如果它不先到位 你在滑行的过程当中 你推弓或者拉弓了 就会出现滑音 什么滑音就成这样的 就会出这样的声音了 两个手要配合好 好的 谢谢老师 快点 好 没有什么 我们就时间到了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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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我刚才忘了 我报错ерт 是不是 你 我